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集区科技在智慧教育的成果 集区科技专注在AIOT智慧教育机器人 研发生产制造教育培训的一条龙服务 在这里利用10分钟的时间快速地跟各位分享 集区科技相关的产品技术应用服务 以及课程设计的架构还有相关的竞赛 提供各位作为一个参考 我们的核心技术从精密电子设计到机构设计到 此为马达远端控制通讯写定的设计 以及迁入式控制物联网感测 还有多核心的运算 还有软体认体 人工智慧教育的AIAPP跟3DVR 以及Steam课程跟创科竞赛 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创新应用服务 包括应用在教育型的机器人 服务型的机器人跟工业型的机器人 比如说像人型机器人 还有工业型的机器人 应用在许多的工业场合 还有管道机器人 还有照顾型机器人 应用在医疗照顾长照 还有智慧抑制 还有云端物联网的系统 由于我们研发了很多的工业型机器人 跟服务型机器人 于是我们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迷你的小型的教育型的机器人 为了使教育机构或学校能够利用这个相关的教材设备发展 Steam的教育培训课程 这样的Steam教育培训课程提供了许多的服务 比罗巴是我们台湾的第一款的人型机器人 也是华人圈的第一个荣获金氏世界纪录产品 提供了许多的互动感测的控制功能 包括像潜入式的程序控制 PLC的程序控制 16轴32轴多轴的感应控制 还有高负载的保护技术 也提供了许多的LEDspeaker sensor 还有许多的通讯扩充模组界面 效务控制 另外呢 也提供了可程式的远端控制技术 还有包括像这个30多种的感测互动应用 包括像触摸感测、人体感测、距离感测、动作感测 还有丰富多元的模组 还有高效强力的马达 我们研发设计的这种高效强力马达 提供高扭力、高速度、高可高度、高寿命 还有高解析度 提供灵磁系 还有高负载的保护技术 在软体程式方面 我们提供10种的程式语言 包括图形化的程式控制 计目是像Google Blockly或Squatch 以及适合高中子或是大学发展的 Basic 远系语言 Java Python语言 还有工程师培训的Review语言 另外我们提供AI专题的应用 我们提供了AI的SDK 可以提供行为辨识 还有姿态辨识、心率辨识、脑坡辨识 脸部辨识、语音辨识各种的应用 比如说像脑坡的控制 利用脑坡来控制机器人 以及利用视觉发生的变化来控制机器人 还有利用姿态的动作来控制机器人 音乐的控制、语音聊天的控制 在课程培训上面 我们提供30等级的课程 包括电动车、机器手臂 仿生动物机器口、机器恐龙、机器蛇 还有人型机器人的控制 提供3D DIY的模组教育培训 还有人工智慧的教育课程 还有Steam的教育 以及机器人的动作程式的控制 还有Sensor感应 还有远端的互动控制 在课程规划上面 从理论推导到程序逻辑 以及实作演练 到组队的竞赛 我们提供了许多的课程经验 包括50多种的Steam的教育实验课程 还有30多个等级的课程 以及40多次的国际竞赛 目前有许多的学校 还有许多的国家 已经采购跟学习 皮罗巴机器人教育培训课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的培训的成果 包括像教室的研习 在国外的国际创课的研习营队 还有创意工作坊 以及大学的课程 还有高中的课程 还有中小学的社团 还有科学博物馆 还有科教馆 科工馆的课程 还有补习班的课程 另外在竞赛表演上面 我们也提供了 机器人相关的竞赛活动 那集聚科技 融合了许多的政府相关的奖励 包括像中小企业处 经济部 还有许多的工商团体的鼓励跟支持 以及工业局 还有像劳动部 还有市政府的鼓励跟支持 我们另外 我们也提供TTQS的品质管理的服务 还有国外的相关的一些认证 另外也有许多国外的相关的认证 包括像APITA 还有国外的科技部的认证 还有百搭物联网 物联网的产品接触奖 另外在工业局上面 也提供我们能量登录的认证 包括像在自动化技术的服务上面的认证 还有AI人工智慧儿童少年的层次设计的教育培训的课程的认证 另外在造型设计上面 也得到了台北世界设计大会 还有经典创意设计奖的一些相关的认证 另外也很多学校或者是相关机构的一些感谢函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 想要了解更多的笔罗巴相关的资讯 欢迎到Facebook按赞分享 或者是说直接跟我们Email联络 接着我们利用影片的呈现 来跟各位实际介绍笔罗巴机器人相关的技术跟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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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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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